主播記者目前所待的位置就是在音浪塔前 可以看到我背後的兩隻小鴨 他們今天在情人節已經合體放閃在一起了 可以看到現場有非常多的民眾都聚集在這裡 要來看他們合體放閃 那麼其實這個活動是這個情人節限定的特別活動 其中一隻小鴨在今天下午一點半的時候 就從18號碼頭開始出發 遊港了一圈之後來到音浪塔前 那麼剛剛其實也有兩隻小鴨 藉由這個錯位的方式 看起來像在玩青青 現場也有不少民眾都是非常的興奮 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愛 那麼其實剛剛另外一隻小鴨 它整個是繞了高雄港一圈 有經過這個像是高雄展覽館 還有這個戰惡庫以及古山漁市場等等 沿路其實搭配的高雄的市景 都是非常的漂亮的 我們剛剛其實也有跟著小鴨一起出遊玩 那麼其實沿路都有非常多的民眾跟攝影迷 都是趕快來卡位要捕捉這個小鴨跟高雄的一些美景 那麼其實這個小鴨展期是到二月二十五號 從開幕至今已經湧入非常多的民眾都來高雄 要來朝聖可愛的小鴨 至今已經有五百五十萬人次的遊客來到高雄看小鴨了 其實這個人氣真的是紅不讓 那麼原本這兩隻小鴨其實都是分別在愛河的左岸跟右岸 在今天二月十四號情人節的時候 也特別舉辦這個活動 讓兩隻小鴨合體在一起來相遇 來做一個這個放閃的活動 那麼現場民眾都是覺得非常浪漫 也覺得非常的可愛 以上就是目前來自高雄的消息 先將鏡頭交還給棚內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